你已经猜到结局了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秋天枫叶 那么今天看到这儿的画面就知道我们来继续拍这个海龟汤故事啦 毕竟难得最近什么GNN这么短嘛 所以我们就把握一下时间多拍一点这个 毕竟我们要尽快的完结它嘛 那上一期看过两个很有问题的故事 那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故事会不会也很有问题吧 那我们就不要不动手指开始咯 小花,我来了 小花,啊,这笑容 欢迎回来,感觉很疲惫吗? 这是我收集到的漂流瓶,送给你 已经将漂流瓶补充满了,请收好 这是惯例的一枚幸运叶片 好 想挑战海龟汤故事的话,可以和我说哦 没问题 来吧,我们来下一个海龟汤故事 跳一篇你喜欢的故事吧 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叶子够不够,拔片刚刚好 好,那我们就解锁第二集的5吧 扫除 好,Let's go 哦,大家多戴口罩防疫啊 凯文刚刚搬了新家 由于房子太大了,他收拾不过来 便请了一个清洁工上门打扫 这天早上,清洁工按照约定时间到达了凯文家 他先让清洁工进行室外草坪的修理 随后自己回到了屋子里收拾杂物 过了一会儿,清洁工修理完草坪便再次敲门 这次,他被邀请进了客厅 他们坐下来聊了一会儿天 清洁工发现卧室已经被整理好了 就简单打扫了一下客厅和厨房 拿了报酬后,清洁工便离开了屋子 一日,凯文和清洁工被发现分别死在了各自家中 蛤?是草坪有什么草? 然后有什么毒粉被吸入了吗? 应该是要调查他们为什么会死 我觉得是被毒死了啦 就是草坪 或者是卧室里面有什么毒物之类的 可是应该是草坪啦 好,可以问的东西有凯文清洁工聊天卧室报酬 跟报酬有什么关系? 好,看看凯文 凯文 仇恨清洁工杀死清洁工被勒死 意外死亡失血死亡独居被害身亡 估计是意外死亡啦 不太可能一次过杀两个人 清洁工 仇恨凯文杀害凯文相同死因禁止 应该是相同死因 聊天,聊天是导致死亡饮料注射药物欺骗 哦,有可能是饮料 他们两个都喝了饮料吧 或者是聊天导致死亡 可能聊天的时候吸入了那个毒包子 可能吧 应该是没有注射药物啦 那卧室 卧室的问题凯文死在里面凯文打扫清洁工打扫陷阱锁着 呃,应该没什么关系 报酬 被苛扣凯文给的满意 呃,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好,来我们先来看看凯文哦 主要还是要找到死因 我觉得是意外死亡 好,凯文是意外死亡吗 应该是啦 不是,不是意外 那... 他是不是失血而死 未出血之类的吗 凯文是失血过多导致死亡吗 他们有被毒死耶 诶,也不是 他是被害的吗 凯文是被害身亡的吗 应该不是吧 是 是,被害 然后就没了 哇,这... 被害 是有人下毒之类的吗 反正肯定不是有人闯入他家砍他吗 毕竟不是流血之死的 应该啦 凯文应该就这样啦 没关系哦 我们先看一下清洁工 来,我们来看看清洁工哦 清洁工... 跟凯文是不是相同死因 我觉得死因很重要啊 哦,精彩提问 是 是,没错啊 同一种诱因 诱因导致了死亡 嗯? 感觉话中有话 但没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一个 聊天 饮料 两人聊天是喝了什么饮料吗 可以问问看哦 诶,果然 是 啊,是饮料 解锁了茶水 喝了茶水 好,看看茶水 茶水是有毒清洁工喝了凯文喝了 同时喝凯文炮的 茶水有没有毒 茶水有毒吗 应该... 是 哦,真的有耶 缓慢发作型毒药 哦,慢性毒药 那确实是被毒死啊 那谁毒的不知道 是不是凯文炮的 茶水是凯文炮的吗 因为没有其他关于茶水的东西 哦,精彩提问 应该是有其他的 也不是清洁工炮的 啊,这谁炮的呢 解锁了炮茶 炮茶 另有其人凯文死亡 清洁工死亡 炮茶另有其人 炮茶是另有其人吗 这肯定是啊 看有什么关键字 好 是 是 谁呢 与凯文不共戴天 哦,与凯文不共戴天 人家是把你的虫妻娃娃整漏气了是吗 不共戴天也太严重了吧 所以有第三者吗 没看到啊 清洁工没有必要自己的死吧 他不喝茶就行了 而且也不是他炮的吧 所以 可能还可以调查凯文是不是毒菊 我问看了 好了 凯文是一个人毒菊吗 因为我要看有没有第三个人 是 甚至很少人知道他现在住在这 啊 这就有意思了 他的仇人 炮的茶 这样为什么他要喝 因为我找不到第三个人啊 所以我们直接猜 那我们直接来回答 好 两个人的死亡次序是 清洁工凯文 同时死亡 凯文清洁工 那是同时死亡啊 是谁杀死了凯文 清洁工没有凶手 只是意外第三者 凯文自己 就第三者啊 肯定有第三个人 那谁杀死了清洁工 只是意外第三者 清洁工自己凯文没有凶手 这应该也是第三者吧 两个都是被毒查杀死的 所以应该都算第三者的国吧 虽然可能会杀死清洁工是个意外的 但是应该不是这样猜的 好 我们来查查看 应该对了 您的回答 还有不正确的地方 蛤 还有不对的地方 不是啊 查是第三者炮的啊 还是清洁工的死算意外 好啦 我试试看清洁工的死算意外哦 就两个人的死亡次序是 同时死亡 杀死凯文的是第三者 杀死清洁工的只是意外 还是清洁工自己啊 可炮查肯定不是清洁工啊 没关系哦 先试试看 您的回答 还有不正确的地方 诶 到底哪里不对啊 还是我们要看这个清洁工死亡跟凯文死亡 炮杂死 哦 炮杂死不是 同种幼婴导致了死亡 他们聊天的时候喝茶 清洁工和凯文同时喝了茶水吗 这个重要吗 呃 好吧 我问一下这个 诶 诶 凯文先喝 哦 所以凯文先死对不对 因为凯文先喝 只是有这样说的吗 清洁工喝了茶水吗 呃 应该有喝吧 我问一下清洁工有没有喝茶水 凯文肯定有喝吗 哦 是 有 他有喝 凯文也喝了 好 就这样 没有其他的了 好哦 好 所以 应该是凯文先死 然后他们都是被第三者杀吧 我尝试看看了 所以死亡次序是凯文了 然后才到清洁工 然后杀死凯文的是第三者 杀死清洁工的也是第三者 是 您的回答 完全正确 干 原来是这个次序吗 诶 没有说先死的啦 毒药哪有这样子的 我不是很确定是什么毒药啦 是有即时性的毒药吗 我真不懂 给清洁工 给清洁工开门的就已经不是凯文了 他其实就是凶手 凶手与凯文认识 凶手来到凯文家后 将毒涂在茶杯上 凯文喝下后死亡 随后凶手将尸体藏在卧室里 并将卧室整理好 清洁工来到凯文家时 凯文其实就已经死了 凶手冒从凯文的身份 告诉清洁工 卧室不用打扫了 让清洁工早点回去 清洁工空闲下来 和凶手聊天时 也喝了口客厅 凯文喝过了茶 结果回到家也毒发生亡 好哦 原来就不是凯文了吗 这我还以为是有谁 让他们喝茶之类的 好吧 是有点出乎我预料啦 可是谁会知道凯文原本是凯文啊 有什么方法吗 有什么问题 可以知道凯文不是原本的凯文吗 诶 等一下 不对诶 清洁工是回到家过后才死的诶 然后凯文是喝下去马上死诶 你不是慢性毒药吗 你这个结论 好像哪里怪怪的吧 除非是两种不同毒药 但是不对吧 不对吧 不对吧 怎么感觉怪怪的 好 没关系 那我们就继续下一篇吧 好 解锁 继续下一篇了 汤姆和鲍勃 在一起 可是他却变得悲伤起来 这是为什么 汤姆找鲍勃 然后汤姆看到鲍勃的时候 汤姆却伤心了 为什么 好生气 好 汤姆 汤姆与鲍勃矛盾回家 迷路受伤 填黑犯罪 呃 不是很确定 鲍勃年幼生病回家 汤姆导致魏鬼死亡 迷路受伤 好哦 他们两个什么关系啊 某个地方 陷阱危险 人间稀少 数目多 特殊标志热闹 呃 不是很确定 暂时还没什么想法 什么情况下 我遇到室友会露出悲伤的表情啊 你找到人了诶 难道是情侣撞见对方外遇 不应该在车里吗 不应该在车里 看到你们有多甜蜜 可是这里没有什么字 可以证实他们的关系诶 现在看起来只能从这个某个地方开始下手 他遇到他的地方 是不是有特殊标志 这地方有特殊标志吗 试试看 哦 这也可以进场 是 哦 有诶 倒不是很起眼 解锁特殊标志 所以什么标志会让人看到彼此伤心啊 前方放闪珠衣之类的吗 关于特殊标志什么问题 小心地面禁止泡雾 禁止停车 军事禁地 漲潮 山体滑坡 很悲伤 是不是 山体滑坡啊 就好不容易两个人遇到了 然后遇到山体滑坡 然后被迫分开 感到伤心 可能吗 山体滑坡 我们看哦 特殊标志是山体滑坡吗 不是 哦 不是 我就是小心地面扩杖草啦 小心地面看看 特殊标志是小心地面嘛 哦 这样应该是对咯 是 果然 经常会遇到的情况 解锁地面 所以他地面上有问题了 有点像是陷阱 然后他一来就两个人都中陷阱嘛 地面有什么问题 有坑 井盖被偷 有陷阱 有地雷 有大坦荒 应该是井盖被偷啦 就鲍伯在等塔姆来救他 结果塔姆也一起掉下去了之类的 所以他变成说 啊 没救了没救了 那种感觉 地面上有井盖被偷了吗 是 真的是 里面 没有人真是开 好 好哦 好哦 你也来开这种玩笑对吧 好 所以他悲伤是因为 湯姆也掉进去了 所以湯姆是不是受伤了 湯姆受伤了吗 可以问这一句 是 对 湯姆受伤了 所以鲍伯应该也受伤了 要不然就不能困死这两个人了 鲍伯也受伤了吗 是 是 两个人都受伤了 一点点差伤 所以应该是两个人都掉进下水道里面了 但是还有一个关键字是什么 然后 某个地方应该也是人烟稀少 看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人烟稀少 是 是 好 所以大概猜得到了啦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 反正不管 我们直接来回答吧 鲍伯晚上还没有回家的原因是什么 被拘留 不会走路 迷路 他们好像被困住受伤 要么被困住要么受伤 他刚才说有一点点差伤 所以应该不是 因为差伤吧 应该是被困住 湯姆是鲍伯的 四组向导病人宠物孩子钱包 钱包什么鬼 湯姆跟鲍伯的关系 诶我不知道诶 好我们回去问问看 汤姆跟鲍伯 汤姆是不是一只狗啊 还是汤姆是一只老鼠啊 可能吗 所以他们 在下水道尖刀面 汤姆 看汤姆与鲍伯有什么矛盾好了 我真的想不到他们有什么关系 没有矛盾 其他的回家迷路 天黑犯罪 汤姆是不是最犯 应该是不会透露他们的关系啦 来看看鲍伯 鲍伯的话 年龄吗 鲍伯很年幼吗 他不年幼 十岁年纪不算小 十岁 十岁不算小 那应该是动物吧 其他的 有什么可以阐述他们的关系的吗 汤姆导致未归 鲍伯没 回来是汤姆导致的吗 这肯定不是啊 鲍伯是迷路的吗 怕悲吗 不可能 他十岁了 好啦 问看一下鲍伯是不是迷路了 他不是迷路了 他就跌进下水盖里面 如果他只是动物他怎么会有小叉伤啊 汤姆就回家了吗 汤姆就应该有回家吧 诶 精彩提问 没有 很想但没法回家 汤姆没法回家 汤姆去找人 然后汤姆没办法回家 为什么 那鲍伯就回家了吗 鲍伯就回家了吗 给问问看好了 鲍 也没有 是动物吗 可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啊 呃 好吧 鲍伯就死了嘛 虽然不可能 但还是问一下好了啦 鲍 也没有 受了点皮外伤 好奇怪哦 为什么 应该是掉进下水盗 没错啊 问题是 他们是什么关系 鲍伯没回来是汤姆导致的吗 应该不可能吧 应该不是 诶 精彩提问 为什么 是 蛤 汤姆今天没陪鲍伯 让鲍伯自己出门 嗯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平时他们是一起出门的咯 出门是 工作 采购 玩耍 按时 按时出门 鲍伯出门后的会按时回家吗 好 可以问问看这个 是 是 呃 谁没其他的呢 鲍伯出门后的会按时回家 所以鲍伯是一只狗吗 然后汤姆是人 可是为什么汤姆最后没回家 哦 所以汤姆自己掉到那个洞里面 他不能出来 然后鲍伯才看到他 好吧 他们应该是 四族和宠物吧 汤姆是四族 鲍伯是宠物 好 鲍伯跑完没回家 是因为 我猜啦 应该是 被困住了 然后汤姆是鲍伯的 钱包宠物 病人 四族 孩子 一只向导 汤姆应该是四族 然后 汤姆为什么被伤 因为 汤姆被困住了 吧 好 我们 这样猜 您的回答 完全正确 干 真的 好 来看看真相 好像有点复杂 鲍伯是一只宠物狗 汤姆急着想 快点找鲍伯 好回家吃饭 可是他刚走到了家附近的怪角处 一脚彩虹掉进了下水井中 巧的是 他发现鲍伯也在 还没来得及高兴 便一直到他们今晚无法出去了 干 上面是什么 饮茶的样子吗 干 不要拿这个做梗 可是下水道应该有办法上去吧 通常会有个楼梯不是吗 除非他们 歪脚了 狗是没办法啦 但人应该有办法 好 那就这样吧 休息一下吗 眼睛可以眺望远处 放松放松 请不要太勉强自己 好哦 要继续挑战海归汤故事吗 今天就先不要 这次录的有点久 好 这次说真的有点 超出我想象中的场 我还以为就是 是很简单的 海归汤 第一个 严格上来说 我是没有猜到的 因为我还以为就是 他们两个人一起喝茶 然后两个人死了 然后那个茶不知道水泡了 然后没有想到是 一开始开闻就不是开闻 是没有什么提示啦 我是没有找到什么提示 就不知道是 我的问题还是怎么样 但是毒药的问题 是真的说不同 就是 你为什么带一个慢性毒药去杀人 然后 你还等到人家死了 把尸体藏好了 还可以去打扫房间 却没有把这个茶给处理掉呢 真的很奇怪 整个做法就很奇怪 第二个倒是 很直接就猜到了 只是 我真的没有想到它是狗 还是什么直接的事情 我还以为是两个人 两个人也没什么问题啊 说真的 就是 两个人都被困着嘛 反正你的人都被困着了 不是 大家一起困着啊 大概是这种感觉啦 不过 嗯 好吧 狗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反正我是觉得人也行啊 对吧 不一定要是虫子 所以 我觉得都没问题啊 不过海龟汤就是这样嘛 就是 终于一些其实怪怪的细节 好啦 那今天的 海龟汤就到这一站告一段落啦 我是缺天封眼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方一个喜欢 想去点赞按订阅哦 那就这样啦 我们在下一期海龟汤再见啦 大家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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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要紧的事情吗 嗯 嗯 嗯 我会一直在这里的 嗯 所以 路上小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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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